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问答环节》 身边嘉宾有要在征券研究部的经理 直耀辉在旁边的Stanley 早上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大市方面的情况 恒指报27570点 现在跌了84点 至于大市成交到894亿多 家庭观众有任何股份问题 可以打电话来204-6566 先听听家庭观众就是黄先生的电话 黄先生早上 黄先生早上 早上想问什么股份 279民共企业的股份 本身有没有拿着货 差一点 大概是什么价位 2号4厘 是 好 都见到民风企业 编号279 暂时正在做3毫3指 今天继续有得升 升超过8% 最高位见过3毫5指的位置 2毫多指 都有货在手 有一定的利润 现在怎样看回前景的走势 是 黄先生我想问回一点点 我想问你当时你会买这股份 这个股份 这个股份 看它的数字 应该是时候会再升 看它的流量 交易流量 那些情况 你总是看它的成交量 看到它好像有些移动 所以就买 是什么意思 加上现在大股市的趋势 因为它本身都是金融业的投资股 这样 那变了就有些信心 所以我就在2毫4那段时间进入了 明白 好 其实应该这样问 因为文峰279 基本上过去的股价走势 就是如果你要留意它的走势 都知道它是很反复的 而且你可以说是相当波动 而且过去的时间 公司都进行过很多 叫做抽水的动作 所以我自己认为 纯粹短炒 纯粹好像刚刚你提到 可能是 看成交量的变化 你说可能炒转短的话 短炒 我觉得问题又不大 因为你看到近期来说 的而且好像王先生那样说 成交量方面 真的升了上去 过去的这半年来计的话 这一排成交量是相当大 而且都可以说这一轮的上升 都有成交量的配合 大致不过 我觉得这股份 短炒 可以的 但长线 你说是否真的 表现会很亮丽 这个真的不敢说 而且你看到王先生那样知道 这个六个月图 我把三年图给大家看 就知道 基本上股价的表现 都可以很反复下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至于买入价比较低 你现在先拿着货 问题不大 你可能认为三毫 只做一个指站位 它不穿三毫 你可能再拿着 但也不要太贪心 因为始终 这股份的走势 都很难触摸 而且现在去的RSI 基本上都到90以上 都是极度超卖 所以我觉得 我也建议 看看你自己觉得 利润是怎样 但是 我相信 如果有机会 再升大 三毫半指头上 这位置的话 你不妨考虑一下 可以先分段减时 好 根据过往 都动作很多 抽水的动作 所以都要看指站位置 希望可以帮到你了 王先生 我们转听听 一位家庭观众 就是吴小姐的电话 吴小姐早晨 你好 吴小姐早晨 你好 我想问你两个 我想问200 和135 我两个都没有货 不知道可以在什么位置 入第一柱 还是怎样 谢谢 好 先看一只 刑户基金 偏后200 做着$28.05 暂时偏远跌5 先 看近期的走势 还行在$28.00 似乎 有一个还行的格局 如何看 其实吴小姐 我想问你 你本身 你觉得大市场有什么得升 好像没有 我看你好像二倍跌 明白 为什么 你这样问你这个问题 因为刑户基金 基本上 你都可以跟着大市走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自己预期 预期大市是会升的话 你买刑户基金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如果你觉得 大市可能有机会 是调头向下的话 基本上又不需要急 买去住 当然如果以现时的情况来看 我自己都认为 你说大市跌的空间 可能都未必太多 因为始终你说现在的资金市 现在再加上一些政策市 其实很难触摸 但我相信大市跌的空间不多 不过现在这些位 是买刑户的 好的时间 我觉得不疑等等 就不需要这么急 因为始终你都可以说 大市逼迫回之前 大概是28000点 这些位置之后 我觉得大市 还有调整的空间 所以你真的想买货 买这一只的话 我初步建议就是 二十七个半楼下 你才开始考虑买 还有可能要分转买 不要说千万一注过 就买这一只的刑户基金 因为当然 你长线拿着它 是无妨的 而且它有色牌的 但是我相信二十七个半楼下 这些位置 它有一个调整的空间 所以暂时来说 二十七个半楼下 你才再考虑这一只 另外一三五 反而我都可以说 因为事实上 它的走势方面 之前很强势的 冲了上来 你都可以说 有一个追落后的情况 因为始终之前的时间 这一堆的燃气股 石油股 都真的比较比较差 在之前的时间 追落后追上来 但是 不过近期来 你看到的 似乎是大概9.5-9.8 这个位置 开始做到顶 似乎都倒到顶 之后破不了 开始有掉头向下的趋势 所以这一只都不需要急着 你想买货 买货的话 这一只 我想九元左右附近 你才再考虑 你考虑也未迟 好 希望可以帮到你了 就是吴小姐 我们转体看电邮方面的情况 也看到有一位姓欧阳的客户 也想问一下 1788和6881 现在一些犬商股 究竟可不可取 如果要拿货一年的话 究竟是1788好 还是688好 1788国泰均安做10.02元 至于6881的中国银行做12.3元 暂时跌超过3% 不同的犬商股份 国泰均安就比较港资的 是多些的 另外 中国银行就是一些内资的犬商股 如何选择这些的股份 其实各有两者 即是两个范畴都好 你可以说 本地这方面的成交量 也很厉害 内力也不弱 而且内力方面的成交量 更加厉害 大概是慢的 但是两者 始终两边的市场 都有它们的不同的特性 而且见证都比较大 但当然相比之下 内地的发展间空间 依然比较大 因为我相信 以内地的一些券商来说 除了它们的佣金生股方面 或者成交量方面大增 对它们有利之外 它们的自营业务 应该都会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而且你说银河证券本身 它有比较多些的省会参与者 所以变相之下 如果你两者给我选择 我会选择银河证券 比较多些 但只不过 你说是否这些位买 就很讲的情况 因为既然这位朋友 他打算差一年左右 就不需要那么急 因为你看他的图都知道 这一段时间冲了上去 基本上我觉得它的股价 短期内 都有机会偷偷气 而且中正监出了一些措施 都似乎 可能是 叫做稳定的市场 你可以这样看 这样看法 变相之下 我想劝商股 调整的幅度 还有机会会更长 所以暂时来说 你未有货 这一只就不需要 这么急买住 我会建议 十一个半楼下都附近 你现在最考虑都未迟 但是 都要留意一下 因为本身近来的大市的波动性 都比较大 所以你买银河证券 似乎都要订紫市的部署 假设11个半楼买货 以二级二十天线 大概十个半楼下一个紫市位 穿这个位置 越考虑就要紫市 甚至乎 如果你本身是不急买 我都会建议你 看你再考虑 好 暂时都见到要 第一等才可以再去买入 谢谢Stanley和我们的分析 暂时先跟进到这里 刚才说的股份 有哪只持有? 都没有持有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都继续有问答环节 家庭还可以打电话来 204-6566 又或者是电邮给我们 ASK at BSChannel.com 稍后再见 204-15 4-1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